大家都知道,现在女性其实在职场上特别难,因为社会不仅要求她们能工作挣钱,还要照顾家庭。 哪里会有这么美的事情,一般有事业心的女性,最后的婚姻都不算太圆满。 就像赵丽颖这样,她的事业心是出了名的,在横店也有着拼命三娘的称号。 在她还没结婚生子之前,她几乎是没怎么接综艺的,时间大多数都花在了拍戏上。 在生完孩子之后,身体需要调养一段时间,赵丽颖才出来稍微接触一下综艺节目,刷一下存在的。 大家其实也看到了,赵丽颖的产后付出之作尤斐算不上有多好,可能还没达到片方给出80亿的收视总量。 不过尤斐也算是在那么多电视剧中脱颖而出了,毕竟和同期电视剧的质量相比,尤斐还是略胜一筹的。 赵丽颖之前接了一部幸福到万家的电视剧,这部剧的导演是业内含金量很高,要求很严格。 赵丽颖能接得到这部作品的邀约,也说明了赵丽颖现在是备受圈内肯定。 赵丽颖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再进组了,大家都在好奇她在干什么,结果她接了一部综艺,拜托了。 冰箱,很多粉丝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赵丽颖会再进组。 但说什么就来什么,最近剧知情人爆料,她接下了一部新剧野蛮生长。 这部剧的女主是赵丽颖,男主是肖战。 两人都是流量很高的明星,在艺人网络影响力排行榜里,肖战排名第三,赵丽颖排名第七,可以说他们两个人的实力差不多了。 赵丽颖的演技就不用多说了,她是八五花中收视率冠军,演技是出了名的好。 而肖战的演技说实话,没有赵丽颖那么好,不过肖战的学习态度还是很好的。 为人谦逊,对待工作人员也很温和,不像其他的演员那样,动不动就耍大牌,这难道就是娱乐圈打工仔的自觉性吗? 在饭圈,赵丽颖的大包子脸一直就是出了名的,可现如今,在一看赵丽颖的新剧, 却惊讶发现,颖宝结婚生完后的模样却是这般轻瘦和苗条。 只见赵丽颖的大包子脸已经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骨骼鸣晰,像是瓜子脸的颖宝了。 赵丽颖的新剧《理想照耀中国》正在热播《幸福到万家》也即将上映, 剧中的她长相清秀,气质淳朴,积极乐观,非常正能量。 不过,却有网友质疑,这脸不像是银宝了,这还是我们的银宝吗? 其实,网友们这样的评价,有点酸酸的。 要知道,银宝在生完后一直在坚持健身,饮食方面也都很注意保养。 尽管在娱乐圈中,银宝热度较高,总是引起争议,可他依然热爱生活,努力把孩子带得好,把自己照顾好。 现如今,银宝已经成功瘦下来了,身材也比孕前的身段更显瘦,更苗条了。 银宝通过健身,不仅有了好看的身材,还把脸型都瘦下来了,整个人就像是换脸一样美丽,真是惹人羡慕。 虽然有些萤火中更喜欢圆脸的银宝,但不可否认的是,现代的银宝所饰演的角色将会比之前有更多的选择。